消防署在下午8時37分接獲報告 指將軍澳馬猶堂村門牌124B號附近的一間鐵皮屋發生火警 當時接獲多個火警報告並且指出現場發生爆炸 消防人員在下午8時46分到達現場 火牆面積約20x15米 消防人員馬上進行風險評估 發現現場距離水源偏遠 需時鋪喉大概300米才可以進行灌勾 加上火勢迅速並且不尋常地蔓延 擔心有機會波及附近的民居 所以火警在下午8時56分升為三級 事故之中消防署一共出動125名消防人員 動用兩條合及四隊煙霧隊灌勾 共派出27輛消防車及四輛救護車 火勢在下午9時15分被包圍 在下午10時15分受控 在下午11時45分停止動員 事故之中有兩名人士在消防人員到場前自行疏散 其中一人受傷由救護車送往伊利沙白醫院接受治理 火警原因尚在調查當中 加往9月乘坐 火可財 火警 像